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9年西藏巅峰赛 决赛丁俊辉对真马克塞尔比的比赛 我们来看在这局里边 丁俊辉打出了一杆147 并且是在塞尔比拿到赛点的情况下 当然随着疫情的结束 包括西藏巅峰赛 也就是世界上斯诺克海拔最高的比赛 是海拔最高不是含金量最高 这个比赛即将回归中国 明天会继续迎来与我们的见面 当然这杆147 它是没有记录在丁俊辉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的 因为西藏巅峰赛属于邀请赛 邀请赛不属于排名赛 包括我们主流媒体对这个报道也是偏少的 看一下这一杆就很有难度 直接要的右上方顶带好球 而且黑球叫的相当精准 这样黑球打进 转脚两裤起来 看看左边中带是有衔接的 中带稍微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可以尝试吃酷再下来 漂亮 当然今年的这个西藏巅峰赛 西藏的这个邀请赛 丁俊辉会携手奥沙利文继续来参加 虽然说丁俊辉在澳门大师赛上表现的很一般 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西藏 万一奥沙利文赛尔比 他们水土不服 高原反应 对不对 当然我们希望带来是最精彩的比赛 不能以恶意去揣测这个国外的斯诺克选手 黑球 他能在决赛上打出147 并且是对手的赛点局 打出147 足以说明丁俊辉的这个心理素质是没有问题的 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 对吧 一有压力就崩溃了 黑球一个向下的角度弹酷起来 现在已经是吃到了加上这颗6套 好带伞球堆 别摔带 最右边的这颗红球还可以连接上 他选择了黑球上方的第二颗没问题 这样的话黑球也不受影响 还是一个中高竿向下吃酷的角度 弹酷起来吃一颗黑球铜带是很好吃到的 推起来 顶了一下做戒屏 戒杆走的很细啊 这样的话黑球上方的这一颗刚好是要的 不顶的话走的太多了就 嗯不错 这个角度看看右下底 抄架杆 72吃9套了 好至少这局是拿下了啊 已经已经是超分了 超分以后尽情的表演 又是走的很到位 左边属第二颗 这中高竿往下一推 每次都是流向下的角度 这样的话弹酷力度也不用太大 就可以叫的很好 好带开球堆 进一步带散了 这一竿 这竿得要右边中带了 右边中带下低竿往回拉 你加赛用灯了 好到位了 好 还是吃一颗中带 这种要中带的话是不不太有利要黑球的啊 对黑球的话教会就比较严格了 他选择最左边的这一颗就是发力绕坛 好回来了 打进黑球蛋干破百 当然当然单干破百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嗯 左下底 好 稳步朝着147迈进了 最后一颗红球 稳稳推进 推进以后 再吃一颗黑球 现在只有说 粉球没有在点备 剩下的只要叫到黄球 都不难连接 漂亮 开始收彩 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激动 能看到丁敬辉的亲眼见证 丁敬辉打出来一杆147 蓝球和粉球这两颗不会成为什么压力啊 还是间隔的有一点距离的 直接要中弹 刚好没挡住 刚好没挡住 好 粉球也叫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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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